你以为力大无穷的吕布是三国力气最大的人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黄忠 他是个百发百中的神剑手 而神剑手需要拥有很强的臂力和体力 才能承受住拉弓的压力 并且他还是长期从事弓箭训练和战斗的老将 所以他的臂力大是毋庸置疑的 而汉中之战时 年近七旬的他竟还能拉开三弹的硬弓 还为了给诸葛亮展示自己不老 竟直接拉断两把硬弓 这还只是老年的黄忠 如果再年轻三十岁 简直不可想象 第九 张飞 他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是 身长八尺 抱头还眼 身弱巨雷 势如奔马 自然力气也是非常大的人 而从这威武的形象来看 他是个身材魁梧和非常有力之人 但是原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张飞的力量 因此只能从侧面来推断揣摩 他兵器是杖八蛇毛 而重打五十多斤 虽然比不上关羽的兵器 但是张飞在两次大战旅步中 最多的一次是直接打了一百回合 要是没点力气是根本不可能打得下去的 并且在汉中之战 张飞还刺伤了最久的徐楚 而徐楚的力气 在三国演义中那是数一数二的 能刺伤他 可以看出张飞也是非常有力之人 第八 曹张 他的力量足以傲视一众三国的猛将 甚至还在一些民间评书里 他被称为武力最强者之一 并且他还天生神力 据记载 他还没有到弱贯的时候 就可以和猛兽格斗 甚至还可以空手打死一头老虎 而能与猛兽徒手搏斗的人 这也是原著里记载为二的 别说猛兽 就算是一条大狗的力量 也要比人类要大很多 因此可以看出曹张的力气也不小 第七 吕布 他的武力虽然是第一 但是力量却未必是三国最大的 在原著里也没有直接描写他力量 不过有件事情 可以很好说明他的力量有多强 就是在原门射击时 纪灵看到刘备后转身就走了 但是纪灵却被吕布一把拉住 并且还是像骑着小孩子一样 把纪灵提了回来 而纪灵是典型的山东标形大汉 体重至少也得有个170斤左右吧 因此可以看出吕布手臂 至少也得有个200斤往上的力气 第六 孙策 他号称江东小霸王 要知道这可是当年项羽的称号 而他的武艺不仅高强 力气也非常大 当年他横扫江东之时 能在三回合内生起鱼泥 然后还将其夹在胳膊下任意玩弄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成年人不说多众吧 少说也得有一百来斤 但是孙策却能将他掐着玩 后发现凡能在背后偷袭时 只是回头大喝一声 就直接将其吓死 回到军队中后 那得用多大的力啊 而且还是单手 这足以看出孙策的力气很大 第五 关羽 他的力气究竟有多大 可以直接从武圣关羽的青龙艳月刀看出来 并且该武器还是原著中记载最重的武器 重量高达82斤 然而82斤这个重量 普通人抬起来都有点费劲 就更别说拿来比武作战 如果没点力气 几个回合下来就算没被敌人打死 也会活活被累死 但是关羽在50多岁的时候 竟还能跟年轻力壮的庞德大战约100回合 因此看出他的力量爆发 耐力有多惊人 第四 徐楚 他是曹操帐下数一数二的猛将 众所周知 徐楚在三国演义中 以一个帐八尺鱼 腰大食为容貌雄艺的形象出现 并且在三国演义中 也有具体的细节来证明他的力气 就是徐楚倒托牛尾事件 仅凭他一个人就倒拽着两头牛 往后拖行了100多步 这力气足以傲力群雄了 因为一头成年公牛体重大约在1000斤左右 而两头就是2000多斤 并且还是徒手拉着两只牛行走 而牛都有脾气肯定会挣扎 所以徐楚至少要使用四五百斤的力气 才能跟这两头牛来拼力气 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力气是非常的大的 第三 刘备 大家看到刘备是不是都会很惊讶 一个这么瘦小的刘备力气能大到哪里去 其实并不是看到的这样 而且他的力气还非常的大 只不过他平时隐藏的比较深罢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看过老三国的都知道 他和关羽张飞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他把正在激战的关张二人分开的 并且是他一手抓一个还使二人动弹不得 因此可以看出他用了多大的力气 才把关张二人分开的 顾及刘备的力气在他们之上 第二 点尾 他的力气在三国中可以算得上是无敌的了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得知 其一 他的武器是重达80斤的双铁戟 重量仅次于关羽 并且还是长时间使用 所以力气太小真的耍不动该武器 其二 他空手能跟老虎搏斗 简直就是三国版的武松 想想看连老虎都不是点尾的对手 可见其力量也是惊人 其三 点尾举压门棋 该棋重达两三百斤 一般人都是拿不起来的 并且还是在有风的情况下 因此想要举起压门棋 至少需要使用重达两倍以上的力气才行 综合以上原因可以看出 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第一 胡车二 他是张秀手下的大将 应该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而偷走点尾双击的就是此人 原著中说胡车二能背负重五百斤 日行七百里还不疲倦的人 因此光凭这份力量 耐力以及速度 就直接是超人类级别的 要知道在水浒传中的神形太宝带宗 一天也只能跑八百里 并且还是空着手的 而这个他竟然能背着五百斤的重物 还一天跑七百里 所以把胡车二排第一名 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你以为护国驻石气济光 是古代用枪最厉害的高手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九 气济光 神威猎水枪 他是明朝护国驻石气济光的专属神兵 相传神威猎水枪 用了七七四十九天才锻造而成的 其枪杆长九尺 枪头长一尺三寸 极为锐利 因气济光本就武艺超群 又拥有如此神枪加持 因此在战场上更加远不可挡 不仅率领气济军取得了 岑岗之战和台州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还杀得倭寇抱头鼠窜 最终得以平定东南窝幻 在龙庆皇帝继位后 调气济光为北上防御达达 而气济光也不如使命 将长城黄县建设的固若金汤 史书记载他 军垂敏热 壮有玉鲁 望住幽艳 因此这亮闪闪的攻勋部 自然也是对神威猎水枪的褒奖 第八 杨昭炎 朔寒天钢枪 他是北宋武将杨炎昭的专属武器 由上等兵铁锻造而成 长约一丈三 枪头较为细长 远看之下像是茂盛的鲁尾 并且枪尖锋利 可以轻松击破硬的铠甲 此外 他还自创了回马枪等杀招 而在战场上与辽军作战时 他总是挥舞 朔寒天钢枪率先冲入敌阵 并直取敌将首级 随后还横扫击杀赶来救援的敌军士兵 又取得无数敌军首级 还以万夫不当之勇 提振了宋军的士气 并在他镇守北宋三关的数十年间 据辽军细奏说 只要在城下看到朔寒天钢枪的影子 敌人便会立马回去报告 说是杨年昭在守城 因此辽军便不敢窥伺中原 第七 长玉春 虎头战金枪 该武器是中国十大名枪之一 通身皆由寒铁锻造而成 因此时刻散发着杀气 即便是远观也会感受颇深 而枪头为黑色虎头型 又以薄金铸就枪头 不怕火炼 刺砍 劈 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史当之无愧的战神 第六 马超 虎头战金枪 他是超一流的武将 膳食一杆虎头战金枪 在同关之战中 他亲自率西梁精锐骑兵冲杀曹操的军队 逼得曹操割须气袍 还险些成了葫芦 而曹操未提振士气 就派仗下武力值最高的徐楚与马超交战 但两人战至百一回合都未分出胜负 因此马超武艺从此被天下传送 还在夹蒙关之战中 他凭借这杆虎头战争枪 只用一回合便击败了魏妍 又与张飞大战了一天一夜 始终不落下风 可惜马超壮念而死 因此没有机会在蜀汉的北伐战争中大展巡威 但是他的传奇永远被后世称宗 第五 杨再兴滥银枪 他作为杨家将的后人 彭晓就在名师的指点下钻研枪法 再加之身材魁梧 于是枪法便更加精进 含有敌手 据说岳飞曾经与杨再兴交战五十余回合还不分胜负 所以岳飞为了招揽杨再兴 便将自己的长枪相赠 而这杆枪以杀银铸造 还添加了合金和其他碎化剂 因此质地非常坚硬 并且杨再兴对其爱不释手 因此便从此死心塌地追随岳飞 在洞庭湖超匪作战中 杨再兴手持这杆烂银枪 一连击杀了杨幺挥下五元战将 还护送岳飞杀出重围 又在金军交战时 他再次大显神威 单枪匹马杀入敌阵 斩杀数百人后还安全撤退 从此被称为南宋枪神 第四 过去病梅花枪 他是西汉帝国最强悍的军事统帅 极为忠意梅花枪改武器 并在诸多名师的指点下 武艺精进不少 在十八岁跟随舅舅魏清出征匈奴时 他带领麾下八百骑兵深入大漠 斩杀两千余匈奴兵 因此军功冠绝全军 还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又在二十岁时 他再次率军发起河西之战 使用这把梅花枪 击败修徒王魂邪王 因此彻底打通了丝绸之路 还在漠北决战中 他击败匈奴左先王主力 后与汉军一起风狼拘续 创下中国武将最强战绩 可惜获去病英年早逝 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而陪他戎马医生的梅花枪 也作为陪葬物下葬 第三 项羽 破阵霸王枪 力拔山西气概式的项羽 此称唯一的武器 便是著名的破阵霸王枪 相传在项羽快机起兵之前 曾看到有天降陨石 于是便命他人以陨石 铸造了一杆巨型战金斧头枪 后被项羽命名为破阵霸王枪 其枪长约一丈三尺八寸 重量还超过了百斤 而枪尖和枪杆都是由黄金打造 而在巨鹿之战中 项羽挥舞霸王破阵枪 率先冲击秦军 以破釜沉舟的决绝九战九节 令天下诸侯胆寒敬畏 纷纷匍匐败剑项羽 又在楚汉战争中 他使用该武器率三万储君 击败了刘邦的五十六万联军 并使刘邦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 只能自己逃命 而被项羽击杀的联军尸体堆积如山 并把水水都堵入了 真是古往近来当之无愧的最强战神 第二 岳飞 力拳神枪 他是南宋的镇国神器 当时南宋军队在抵抗金军南下侵略时屡战屡败 其根源之一就是武器装备不够精良 因此岳飞便下定决心予以改良 随后他采用双冻锋枪收集金铁冶炼 锻造出了极为坚硬的力拳神枪 据说他手上的这杆力拳神枪藏有一丈 重量约为五十斤 在衍城之战中 岳飞打败了金乌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屠 让力拳神枪从此成为了金军未知胆寒的噩梦 只可惜岳飞最终被秦桧所害 而他的力拳神枪也不知所踪 实为一大汉事 第一 赵云 龙胆亮银枪 他是蜀汉五虎将之一 一生都以龙胆亮银枪为武器 据说这是他的传家之宝 与陨石锻造数月而成 并且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 而任何武器与龙胆亮银枪相碰 都会被瞬间击断 因此赵云也凭借着龙胆亮银枪这样的神兵利器 在三国舞台上大放光彩 尤其是在长坂坡之战中 赵云怀抱阿斗 以龙胆亮银枪开路突围 不仅一连击杀曹军上将武士余名 还斩杀千余曹军使兵 使其武力之高侵害天下 后追随刘备西征川蜀汉中 并成为刘备基业的重要功臣 当诸葛亮主政蜀国后 赵云不顾年令追随诸葛亮 自当全军先锋北伐曹魏 还用龙胆亮银枪一连击杀魏将韩德和他的五个儿子 因此他老当一壮之神威 应天下无辜敬佩